兩顆太陽 第一個是能源問題 第二個就是徵招的問題 徵招這件事情 哇 現在綠營的基層炸鍋了 我們來看到是蔡賴兩個太陽 現在矛盾漸漸來浮現了 我們來看到賴先生 當初提出民主大聯盟 大家想說你利益良好 但是人選跟地點 好像有點不太對 第一個是提出了李政浩 沒想到基層反彈了 直接連署說 你把規則講清楚 是不是真的要徵招他呢 第二個是雞排妹鄭嘉純 因為大家會說他的地點 好像跳舞不太對 你怎麼會去空降小燕女孩 無配的選區呢 中正萬華區 好 雖然雞排妹是有說的 你選我去哪裡都可以 因為我是幫忙 我沒有說我要選哪裡 他有這樣初步的回應 另外也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有徵詢阿苗 但是現在有說在地議員告慾狀 就是說你都沒有跟我講 就要找阿苗來 你什麼意思 這兩個是誰 這是簡蘇培跟王敏生 他們怎麼樣說 他說又是空降又是禮讓 影響支持者的心情 那王敏生說 三月曾經向賴清人當面爭取提名 至今黨中央沒人接觸 提刺客也要社會能接受啊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矛盾之爭 原因就是因為 蔡英文有跟他們出席同一個活動啊 他去參加一個宮廟的活動 在宮廟活動的時候 這兩人去跟蔡英文講說 其實我們可以出來選 不一定要選阿苗嘛 對吧阿苗 好阿苗你是個非常好的人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說 那你今天為什麼不直接跟賴清德講呢 你為什麼要直接跟蔡英文講呢 那是不是側翼的跳過他呢 好我們今天當事人阿苗也在現場 我們要進行一連串靈魂拷問 今天問你第一題 現在徵召的進度到哪裡 這個其實我還原一下當天 在木札忠孫廟的這個狀況 對 其實在場還有其他大安文山的議員 忠孫廟是我們這個文山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廟宇 那當天呢 其實藍綠白都有人到 這個一開始是柯批仙啦 然後後來這個蔡總統到啦 然後後來再是這個蔣市長也到 所以其實那是一個公益活動 那這個在三線大典結束之後 那確實大家有短暫的茶序聊天一下 所以其實我知道媒體 當然看到了這個中間 哇秀聞到了這個鯊魚聞到了氣味 趕快來 所以說但其實當天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跟這個總統 做很多意見交換 也不只是選舉的事情 也包括說未來地方的發展 政府可以再怎麼樣來協助 因為總統那天致詞他有講 說經濟要衝起來 然後要拼觀光等等的 所以 阿苗我想問的是 那一天你有跟總統講到話嗎 我們有在這個茶序 有跟 你們兩個私底下聊什麼 我們當天是這樣 他有沒有跟你講說阿苗 你不要這樣啦 總統在這邊 然後這個鍾孫廟的陳董 然後這個相關的所有 其實鍾孫廟的董監事都在 所以這個當然我知道 媒體朋友會很好奇 但其實在這裡有選過局的 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說你去人家一個宮廟 然後所有董監事都在那邊的時候 你把那邊當成是協調選舉的時候 我覺得那對人家都是不尊重的做法 那對我來講 其實我的態度從今年3月我就有提出了 今年3月份大家在講大安區的時候 我就說應該要以這個飛蘭大聯盟的方式 攻推一組最強最好的人選 那只要不是國民黨以外的 大家有意願都可以坐下來討論 所以在我今年3月提出之後 我們當然不是講空話 自己提了這個 自己要去 這個也要去想辦法去協調大家的意見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包括跟民進黨的好朋友 跟時代力量的好朋友 大家都有見面交換過意見 談了這個大安區的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的立場非常的清楚 我3月份其實就公開說 我到現在沒有變 只要是大家有意願一起來完成這個 能夠在大安區實現 選出第一位非國民黨立委的 這樣的目標的人 現在民主大聯盟出的事情是蠻多的 裡面今天有個最新的新聞是什麼 是高雄原本是要去徵召黃傑 大家想說他聲勢非常好 最後黃傑也沒有啦 提名另外一個新潮流的人 現在是派系又大於民主大聯盟是不是 沒錯 我必須要再講 先講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現場大家看到四位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不應該來對不對 阿苗對不對 可能要選 對這邊應該要請簡書培來的 這個今天應該是大安一把抓 這個直斗的前老闆羅志強也要選對不對 今天可以直接在這邊討論這件事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因為這正好回應我們現在這個議題 你看民進黨現在這個做法 看似取得名字很漂亮 叫做民主大聯盟 但實際上是怎麼樣 裡面有很多問題 實際上就是新潮流 想要去替自己安排人 講實話就是這樣嘛 我們直接拿中正萬華跟左營男子的情況來看 中正萬華的情況是什麼 吳佩毅他2018跟2022他都是第一高票當選的 第一高票當選的 那在林昌佐不選的情況下 站在假如我是民進黨操盤手的情況 那當然提吳佩毅啊 這個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是第一個 那這個時候拋出了什麼事情 在講說要空降雞排妹來 我跟大家報個料 昨天民進黨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幹嘛 不是要問雞排妹的事 是要問李正浩的事情 好不好因為李正浩是我們前執行長 我在當總團長都是執行長 這個料等一下再跟大家報 那打來呢跟我意外報了另外一個料 他說其實雞排妹本來是要去新店的 本來是要找他去新店的 結果新店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對方在跟我賣嘛 他就講說啊那個潘什麼什麼的 就找了這個曾柏妤 叫曾柏妤到新店去 所以才變成說那這個雞排妹要到中正萬華去 那當然他們黨內的年輕世代就反彈了 就是說這個吳佩毅很優秀 為什麼要提一個雞排妹 這個是發生的狀況 那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天陸續媒體 還有人在丟出一個消息 就是什麼 因為黨中有做過內參式的民調 中正萬華的這個現任幾個可能的人選 議員啊都輸對手 可能的對手什麼20%左右 什麼雙位數左右 雙位數左右那你這樣子講 真的你就是在攻擊人家 而且這不合邏輯啊 國民黨現在的候選人是誰 都還不知道都還沒有確定耶 有好幾個人想要爭取 那請問你是拿誰當假想敵 那何來輸雙位數呢 我們現在可能想要爭取的人 也幾乎都是現任的議員 現任議員之間有可能輸到10%嗎 確實這個不大合邏輯 那不免讓大家覺得說 你的做法是不是想要把某一些人給這個弄掉 正好吳佩毅背上的這個 背後的這個標籤就是英系嘛 人家說這個是不是新系想要打英系 偏偏在左南很奇怪 一開始還有人在變就說 是不是說那個 賴清德之前不是講說 現任議員盡量不要去轉戰立委嗎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好意思喔 你們來看看左南 左南現在這個大家已經講了 黃傑也已經公開講了 他說不好意思沒有要徵召他 他已經接到電話了 就我們所知就是要徵召李柏毅嘛 李柏毅是現任的議員 怎麼突然在中正萬華不能請一個現任議員選 在左南就可以了呢 難道左南有比較好險或者是更艱困 一定要現任議員去選嗎 並沒有啊 不好意思李柏毅是誰 李柏毅之前喔 不好意思他上面是劉世芳 劉世芳那邊是陳菊 陳菊後面是誰 新潮流嘛 所以現在新潮流當政做黨主席 賴清德要選總統 潘夢安來操盤 所以說在左南就可以提 新潮流的自家議員選一位 然後結果在中正萬華 不好意思你是英系的不行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民主大聯盟 對名稱取得很好 或者是所謂的理念概念很好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 賴清德跟潘夢安這些人 他們想要藉由這一次去拓展自己的勢力 去排除異己呢 直董你怎麼看 這一波賴清德的神操作 我是覺得剛剛苗議員在講說什麼 目標他的夢想就是讓這個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下架嘛 那我覺得他在說謊 不是立法委員下架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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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個問題 可以來比民調 雖然大家都很優秀 可是大家的確有一些價值是不一樣 像李正浩就是 跟一些綠營的這個基層 價值可能就不一樣 可是你說實在的 現在綠營在中永和派不出人啊 李正浩本來選中和的嘛 現在有一些永和的 永和的這個選區他也要去跑嘛 可是你不得不說跟本來想要積極參與 這個永和區的這個里長來說 李正浩有名多啦 從外面外界人來看啦 就是永和也有一些理想背景 去外面讀書或出啊怕病的人 他可能不住在永和 但是他有投票權 那李正浩有名的多啦 更不要說李正浩長得也帥帥的 平常去跟老闆也很客氣啊 又能喝對不對 所以李正浩在民進黨而言 看起來是可以自己養自己 至少不用黨部來操心你良朝的事情嘛 所以提名他嘛 這些基層 當然有很多朋友齁 幾百個好民進黨代表的助理來抗議 可是我覺得這個 對李正浩也不公允啦 李正浩雖然 我不認同他上節目的某些言論 尤其是他之前國民黨出身的嘛 他這樣子出來罵國民黨 我實在是覺得很不齒啦 很不齒他 可是他有經營啊 媒體的聲量 以及政治上面的分析 他都有長期的在做人脈的鋪陳嘛 那現在想要參選 然後又覺得自己沒機會 這些民進黨的小小機 可能還沒破蛋的這些助理 我覺得想要做助理的一定都有一些熱情 有一些夢想 可是要從現在開始耕耘啊 粉絲專業都沒有 或是你出去的這個金流人脈也沒有 至少李正浩提了之後 雖然跟民進黨的價值理念 可能也有一點點出路 對 但是他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嘛 所以黨主席要做什麼 就是第一個 你會贏我提名你 第二個 你可以自帶糧草 自帶人脈 自帶聲量 我就不用操心你的選區的問題 尤其永和也很難選啊 那為什麼要折損我民進黨的上帝 我不如跟人家好好配合 我覺得 黨主席有的時候也是要有這樣子 跟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在一起的智慧 趙哥我們剛剛提到大安區 哇其實擺在大安區的關鍵其實非常的重 你現在據了解這個小額募款大安區非常多人 你們到底要不要提人啊 我只能說是有人曾經起心動念 有想要來攪拾我們大安區的立委 我覺得志豪哥非常適合 不要不要再挖洞 那我個人覺得目前大安區檯面上浮出來這些人選 都優秀了 就像剛剛直頭講的 但是我覺得你最後出來這個人 他怎麼樣能夠真正為大安區的區民 來做一些這個發聲或是貢獻 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大安區更衣 我覺得這個第一點很重要 其實我個人沒有很贊成所謂的空降 那如果說這個人選 真的可以為我們大安區做點事情的話 我覺得都不錯啦都有可能啦 那接下來就講說我們黨內呢 其實還是傾向於提出一個 應該說共同來幫助一個能夠當選 而且是對我們大家有利的人選 那至於這個人選到底會是誰 或是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思考一下 周一到周五晚正十點請鎖定 還你地板狀